中国防治艾滋病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经验 独特的成功的地方 有 当然就是说一个是中国 那么就是说现在就讲所谓成功的几个 一个是大众教育 那么大众教育就是中国所谓优势 就是说它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面积的推广教育 那么我过去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就是控制人口 这一家一个孩子 这个工作方面做到现在为止 这个现实就是说在中国基本上一家就是一个孩子 那么在早年中国要去掉这个性病 就是吸毒者 当然这个手段是有很多情况是值得争议 但是呢就是说做到了这一点 那么现在就是艾滋病我也是这么相信 中国只要有这个完全有这个能力 在全国范围之内通过他的这个新闻 通过他的这个媒体进行大大面积的那个 这个是中国的强项也是特点 那么第二个是从治疗的角度 治疗的角度中国现在也开始就是说除了用一些西药之外 那么现在中国的工厂现在药厂也开始自己生产一些一些药 那么来结合西方这些那个进行治疗 那么四免疫关怀 那么中国也提出这个这个这个概念 就是给这一些儿童啊 父女啊或者没有钱的人啊都免费治疗 那么再加上就今年我看看这个15计划 最近中国刚刚出台这个15计划就是来推广中药治疗这个艾滋病 那么我看了这个报纸上讲有八个具体的方案 那个来来治疗艾滋病 那么当然具体治疗的效果是怎么样 但是还不是十分清楚 至少说从中国的特点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 我想最后问一个问题 你很快的回答一下 现在说是艾滋病的疫苗有什么最新的发展 怎么样到底是这方面的怎么样这个疫苗 我来说就是说拭目以待 那么就是说两年前我们好像感觉很灰心 认为我们全全面崩溃全部失败 那么今年这个突然泰国的一个新的这个 这个临床实验说是似乎有30%的人会被 这个新的疫苗似乎有保护所有 也有专家对这个提出质疑 没错 那么现在就为什么说拭目以待就在这 那么他好的一点 就像刚才Anthony Fauci教授也说 他给我们一点曙光 给我们一些希望 那么那么这个疫苗 是不是真正能成为真正的疫苗 来预防艾滋病还要拭目以待 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保健原地节目的专家话题 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 不过请不要离开 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健康话题的报道 我们非常感谢美中艾滋病联盟的赵益奇博士 参与今天的节目 同时也非常感谢刚才各位观众 和听众的热心的参与 提醒大家专家或者医生 提供的这些信息和建议 如果您真的有某一方面疾病的话 一定要及时到当地医生那里去 进行面对面的诊断和治疗 以免耽误 另外如果您对保健原地节目 有什么要求和希望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网站 或者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下面是登陆美国之音网站的具体方法 美国之音中文部网站 广播电视网路24小时追踪 为您提供最新消息 东南西北天下市事事报道 客观详实公正可靠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广播电视和网路报道 欢迎回来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全球至少有1.8亿糖尿病患者 其中90%患有二型糖尿病 这是由病人身体不能有效的利用胰岛素造成的 近年来研究人员专注于研究 从称为脂帘素的脂肪细胞中 分泌出来的一种激素 这种激素的据显示 可以降低糖尿病的发病率 科学家希望这项研究 可以改善治疗糖尿病的效果 你可以抱怨说 糖尿病是由于高脂高糖的饮食造成的 你可以说这是由于缺乏锻炼造成的 或者两种因素兼而有之 但据世界卫生组织说 全世界有数亿人体重在不断增加 他们越胖 患糖尿病的危险就越大 肥胖症和身体缺乏运动 是二型糖尿病人常见的情况 世卫组织预计到2030年 将有3.3亿到3.6亿人被诊断 患有糖尿病 几十年以来 医生一直告诫糖尿病人 要注意饮食和加强锻炼 而现在研究人员注意到 人体中含有较高水平的 某一种产生脂肪的激素 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 罗布·范·达姆说 我们原来以为 身体里的脂肪就是呆在哪 没什么用 可是不为人质的秘密是 在人体里所有的细胞细好分子中 脂联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科学家已经知道 脂联素这种产生脂肪的激素 有一段时间了 但范·达姆和他的哈佛同事们 对至少一万四千名病人的研究 进行了分析之后 证实了某个有趣的现象 他们还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 但是他们发现 二型糖尿病发病风险较低的病人 似乎身体内含有较高水平的脂联素 脂联素实际上对肝脏和肌肉都有好作用 它能增加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 似乎还能降低炎症 范·达姆说 无论人的身体质量指数 性别和种族有什么差别 脂联素和低糖尿病发病率之间的联系 都具有一贯性 他表示 这就增加了用脂联素进行筛查 和进一步治疗 甚至预防糖尿病的希望 他说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发现 因为我们知道 某些种族的人似乎更容易患二型糖尿病 这项研究最近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期刊上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如果你的生命掌握在医护人员手中 那么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找一名接受最新医学先进技术培训的年轻医生 还是找一位见多识广的老医生呢 下面的报道介绍了两个两全其美的项目 教老练的医生们学习新的疗法 健身的时候 或工作的时候 你在听什么 对于一些医生来说 他们听的东西与摇滚乐无关 而是与节奏有关 他们在用iPod听病人心跳的声音 在给患者看病时 听心跳仍然是医学领域的基本技能之一 在心血管专业网站CardioSource 心跳声音一直是每个月用户下载最多的声音 我们发现很多成年人年长的心脏病医生 也开始转向MP3播放机 一般说来 大多数医生识别心跳的准确率为40%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用iPod听五种心跳声音 至少400次的医生 识别心跳的准确率高达80% 而护士弗迪诺正在尝试 另一种改善医疗护理的办法 这个装置系统就像一个电子家户病房 医务人员使用软件随时监护患者 他们还可以操控安置在每个房间的 高清晰度摄像机 弗迪诺可以拉近距离 复查医疗仪器上的精确成像 你可以预料到患者的需求 还可以更早一点的发现细微的变化 科技可以挽救生命 并且也让医学专家们专心工作 不错过每一次心跳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了 今天美国之音保健原地节目 到这里就结束了 保健原地节目在中国时间 每个星期六晚上九点钟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现场同步播出 节目当中现场接听观众和听众的电话 欢迎准时收听收看 祝各位周末愉快 身体健康 我是林森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